美网公开赛本周开打 不过中国网球一节里纳 今年公开赛开始之前 接受纽约时报专访 爆出中共网谈黑幕 表示中共国家队的教练 曾经逼迫他服用禁药参赛 导致他2002年突然宣布退役 美网公开赛本周开打 5号中子中国网球一节里纳 以两局6比2击败白俄罗斯好手 格沃索娃成功进入第二轮 不过上周李纳却在纽约时报 爆出中国网谈黑幕 表示2002年釜山亚运会前 中共国家队教练曾经逼迫他 服用含泪固醇的禁药 导致他决定在赛前突然宣布退役 离开中共的训练体制 经过两年李纳才在04年重新复出 并且在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 成为亚洲网谈唯一一位大满贯单打球后 经过十多年直到现在 才首次公开谈到当年消失的原因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结束了 感谢观看